當時是中國的媒體來訪問我就說 為什麼有人形容他是裝熟魔人 為什麼說裝熟魔人呢 當時林舒豪很紅的時候 黑人都會跟上時事 就PO出一張他跟林舒豪的照片 然後有時候也會PO出王力宏的照片 總之有什麼新聞事件 他都跟對方很熟 於是也有人說黑人就是裝熟魔人嘛 於是媒體在訪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 根據我的觀察 我認為黑人可以在這邊 有這麼多節目的主持 他有70%都來自於他人脈非常豐厚 我這樣說很持平吧 但是在中國就炸鍋了 你裝熟原來你就是這樣的形象之類的 馬上他的經濟公司就大跳腳 然後不斷不斷跟我溝通 他說你這樣說不公平喔 黑人不是這樣子啊 這當中就一直暗示說 泛泛很生氣 我們要告你告你 就不斷的讓我覺得好恐怖喔 兩個夫妻到底感情怎麼樣 有人說他們兩個是假面夫妻 外界有這些傳言 MeToo風潮燒到現在 這是第一宗 當受害者出來指控的時候 被指稱是加害者 因為無罪推定嘛 這個夫妻竟然聯手去控告 指控他們的人 這蠻特別 然後為什麼台灣社會會反彈的那麼厲害 沒有錯 因為也有不少人認為 黑犯夫妻是假面夫妻 因為每一個人的頻段不一樣 為什麼這樣想呢 是因為他們把恩愛的形象 形象堆得太高了 娟姐你知道嗎 在影音圈有一句話叫 有一種愛情叫黑犯 而且范范有一首歌叫黑白配 是他們兩個人的定情曲 過去黑人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經典名言 他說拜託喔 那種小三背叛 或者是這種劈腿 這都是很沒有營養的東西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年輕人 我跟范范要示範的是真正的愛情 所以他三故事就說他有多疼范范 但是他們是真的這麼恩愛嗎 在六年前黑人的好朋友沈玉琳 在綜藝節目上就講了 玉琳哥常常會語出驚人 那講的也都是實話 玉琳哥說什麼 玉琳哥說黑人從來不會去批評他老婆 也不會說他老婆的不是 為什麼 檯面上檯面下都不會 玉琳哥說他靠這個賺錢 他就是靠這個營造形象 所以怎麼能說老婆不好呢 各位你們如果覺得玉琳哥說的 也許是開玩笑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人說的 蔡康永跟小S 過去在主持康熙來了的時候 他們沒有特別點名是誰 但是蔡康永說了一句話 有一對夫妻 我真的沒有辦法把他們當做夫妻 然後小S馬上就接話說 對呀 我覺得他們很像在演戲 是營造一種恩愛的氛圍 各位講的是誰 不是講黑飯 是講的是誰 我們回來講 剛剛談到有人說 當時他非常驚恐 那其實盛媚 你也曾經PO了臉書說 你也很驚恐 你為什麼也很驚恐呢 大家知道嗎 其實黑人非常在乎的是 他在中國的市場 第一包括范范 其實在中國很多的歌迷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因為黑人在當地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 所以過去曾經 當時是中國的媒體來訪問我們 就說為什麼有人形容 他是裝熟魔人 為什麼說裝熟魔人 當時林舒豪很紅的時候 黑人都會跟上時事 就PO出一張他跟林舒豪的照片 然後有的時候也會PO出 王力宏的照片 總之有什麼新聞事件 他都跟對方很熟 於是也有人說 黑人就是裝熟魔人 於是媒體在訪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 根據我的觀察 我認為黑人可以在這邊 有這麼多節目的主持 他有70%都來自於 他的人脈非常豐厚 我這樣說很持平吧 但是在中國就炸鍋了 你裝熟 原來你就是這樣的形象之類的 馬上他的經紀公司就大跳腳 然後不斷不斷跟我溝通 他說 你這樣說不公平喔 黑人不是這樣子啊 這當中就一直暗示說 泛泛很生氣 我們要告你告你 就不斷的讓我覺得好恐怖喔 後來他有沒有告呢 沒有告啊 而且各位我做錯什麼呢 有一些人認為他是裝熟魔人 這是每一個人自我的這個感覺不一樣 但是你知道黑人跟泛泛 只要遇到有一些負面的評價時候 都會讓對方感受到壓力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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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s